大家好 这次课是接着咱们上一次课 VBS操作什么Excel的方法 那么上次课主要是写了一个新增的操作 那么假设它之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 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你所创建的一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那这时候你在心境肯定会出错的 是不是 而且在Excel当中 如果说我们用VBS来操作 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如果已经存在 你再做一些操作 想保存的时候 它用的方法是.save 那如果它不存在是一个新建的话 你可能点用.save 所以这两个方法就导致了我们测试过程当中 这个脚本 它到底怎么去判断 这个文件是不是存在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是吧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FSO编程的方法 加我们Excel的操作方法 共同来完成 那么这次课给大家主要是讲一下 这一段的函数或者方法的实现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接着上次课的代码来写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还是先把它取消掉 这种函数实现 把这个给干掉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个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 除了这几个Excel的对象之外 我们还要创建一下什么 FSO的对象 定什么FSO还是什么 这个F 那么F主要是判断一个文件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 可能也仅仅就需要FSO吧 因为其他可能产生设计不到 那么我们先定一个FSO到时候 如果需要其他对象我们再说 再说是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的下面 再设置一个FSO等于什么 Create创建一个对象 跟咱们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OBJCT CreateObject 然后呢 这里面是什么 叫什么样 SCRPTNG 对吧 FileSystem OBJCT FileSystemObject 如果你新增的没有问题 你看你在右边就会出现了 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那么Scrubiting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呢 再定一个这个状态标志位 定一个状态标志位 Excel 是不是什么 存在 定一下这个 Excel对象是不是存在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FSO什么 还不能写 因为在下面才创建这个对象 对吧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在下面写 等于什么FSO 点什么 换了一个文件 存不存在 那应该是什么 是File 什么 一个Exist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什么 要判断的这个 前面怎么自动打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点File 好 判断这个文件什么呢 让我们设计设定一个文件 比方说C盘的test.xls 假如说 假如说 如果它为真 如果它为真 说明这个文件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要用的方法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是save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么我们就是用set的方法 set什么 set我们的x 跑哪去了 exworkbook等于 还是set吧 这个地方 等于什么 点什么 work 点open 了 open的方法 就不能是add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存在了 咱们就用什么open的方法 对不对 open的方法 那么如果说它不存在呢 否则呢 否则就是创建嘛 book 然后呢 是exapp.work.add 按的是mine if 是吧 按了if 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什么 用不同的方法来控制 用不同的方法 一个如果说它已经存在 那么我们就什么 打开 一个如果不存在呢 那么我们就什么 就添加 就新增一个 那么打开这里 可能后面还跟一个参数 是吧 要跟一个file name 那应该是file name 是不是 那这个file name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的吧 就是你要打开这个文件 否则你就新增一个 啊 否则一个新增 那么这里面就还有一点 需要注意到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 是用的 存在的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代码的话 就是保存这块的话的 应该是什么 嗯 我们想一想啊 因为这里面还要往里写数据 是吧 就是这段如果说我们往里写数据 的话呢 那这段就不要了啊 这两 这一段就删掉 我们这里面也不用新增工作表的话呢 就要新增 无所谓了啊 还是往里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往里什么 写数据 写数据 如果保存啊 那这里面就需要注意了 因为它电话的方法不同 同时的 if什么 if我们什么 前面这个为真的话呢 也就是它存在呢 存在我们应该是用什么 exlwk book.save 用.save的方法 否则是什么 否则应该就是下面的这个 否则下面的这个 删的if 那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test.xls 我们来看一下 打一个吧 文件存在 这样我好控制知道整理的这个情况 对吧 相当于做了一个调试是文件是吧 不存在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c盘吧 我们存在c盘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没有excel对不对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不行啊 要把360的给什么呀 给干掉 我们把360 退出来啊 好 好 我们试询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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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一行后面 我们将这个 加括号吧 我们加括号的方法直接运行一下看看 大家看一下文件不存在 那么文件不存在这个时候 这里面有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的那个代码的对吧 因为之前的代码这里面写的是一个什么 变量的 好 我们把这个换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啊 我们重新执行一下 文件不存在 好 执行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c盘是不是存在了 生成了一个对不对 里面有hello test 是不是 好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存在了这个文件 我们再执行一下看看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这个看一下啊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那他应该是把文件已存存在 对不对 用thecept的方法搞定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还是这个啊 好 ok 到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利用FSO编程的方法 来实现一个文件的判断 不存在就怎么样 存在就怎么样 也就用FSO文件性的对象 和我们excel对象进行什么 整个 来实现我们什么 整个相对来说 比较什么 健壮一点的测试脚本 健壮一点的测试脚本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当中 用到的还是比较多一些了 大家是通过一些编程的方法 来做一些什么 处理 做一些操控 那网上的话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VBA编程的书上面 也有类似的一些操控 或者你到这个微软的官网上面 去查看一些帮助 里面也有些 关于VBS 就操控一个cell的一些什么实例 而且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VBS Edit 这边的右边 有好多好多 关于什么样 这些一些对象的这个方式方法 大家可以多看一看 多看一看 OK 那咱们这次可能给大家就讲到这边 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些小的错 大家呢 碰到类似的问题 要知道问题在哪 也学会去调整 去调整 好了 咱们这次就学到这边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